请为中国敬酒 感悟中国智慧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健康饮酒倡导者 中国敬酒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当 电视青年公开课 开讲了 谢谢各位 请坐 听科学家的演讲 确实不一样 讲得都很理性 一般人跟您聊天是不是压力也很大 我没有压力 您是没有压力 我的意思是一般人跟您聊天 他压力大不大 那我不知道 你得问他的 一般的对话模式是不超过三句 比如他问您 您是做什么研究的 您解释 解释完了以后 有什么用呢 没什么用 再见 聊完了 就聊不下去了 一般是这样的模式 可能吧 你看 你看 就聊不下去吧 那么在您演讲的过程当中 很多观众用小纸条写的问题 我基本上能判断出来 哪些问题是来自于高能区 比如说一上来称呼您为王所 这应该是你们的同事 很可能 然后还有都哭着喊着要涨工资的 那个应该是 对 涨工资也倒罢了 他用了好多铺垫 涉及到中国的科研体制 教育体制 人才培养机制等等 基本上是两会探讨的问题 最后他是希望涨工资 他说得很对的 这个我今天来讲了半天 也希望能够 这个得到社会大众 国家政府 对我们更多的支持 他们给了我们钱 那当然在座的高能所的人 涨工资就有希望了 还有一些那我就更不用说了 一看问题就知道是高能所的 一上来就是CEPC SPPC 我天 你不就欺负萌科生干嘛呢 CEPC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政府电子对撞机吗 我一看这个 我说不行 不能被他蒙住 我赶紧上百度一查 CEPC CEPC指的是 环形政府电子对撞机 Circular Electron Position Collider 这个SPPC 是超级直子直子对撞机 Super Proton Proton Collider 就很简单 就这两个东西 里面就不停地有各种基本粒子 就撞撞撞撞 对撞 撞撞上我们就成功了 是 我理解没错吧 是 这个小纸条很有意思 大家看见没有 好萌啊 它底下落款是九岁小春天的问题 哪位是小春天 站起来我看看 来 起立 掌声送给我们九岁的小春天 影历波跟微波电磁波有什么区别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的 微波和电磁波是传递电磁相互作用的 这个 您说他能听得懂的 对不对 所以我说很难回答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的 微波就是 我们说 微波跟电磁波是 微波是电磁波的一部分 你们家有微波炉吧 微波炉 那个东西用的就是微波 你们家有手机吗 手机那个是电磁波 但手机 你就不能拿来热菜 对不对 但微波炉 你也不能打电话 对不对 这就是区别 但影历波我就不知道 影历波最近比较火热 比较火 好多问题问的影历波 很多人问了影历波的 它是由于影历的相互作用 使得我们空间的尺度有一个变化 而这个变化是在空间当中传播的 所以如果在那个地方 有了一个影历波的一个事件 比如说有两个黑洞状了 那么这个空间的变化 它这个会传一直传到这儿来 就像你往水里扔个石头 那个连移 有一点 有一圈一圈扩大 有一点这个意思 上几年级了 四年级 你最好的一门课是什么 科学课 科学课 这么小题 这样一个非常科学的问题 我觉得是非常这个了不起的 我想它的未来前途无量的 最后一个小问题 在科学界有这样一句话 99%的人做了1%的工作 但是有1%的人 做了99%的工作 请问您是前者还是后者 都不是 为什么要做 您听过这句话吗 我没听说过 有人说过您平时 是话题终结者吗 什么意思的 就是您说这个不知道 就咔嚓就终结了 就这个意思 就任何话题 到了您这儿就 stop 就我特别好奇就是 是您有这样的特性 还是说 科学家 是不是都不太会聊天 没有了 之前来的科学家 他都挺好的呀 这是我的缺点吧 但没办法改的 但是在王院士同事的眼中 他不是这样 他跟我们还不熟 我们来看看 跟王院士熟的人 怎么评价王院士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工作坊 连续五天都能吃快餐 那快餐就是15分钟 吃完饭就继续开会 是贝王超人嘛 他执行力非常强 永远都是坐最晚一趟航班 感觉他经常不睡觉 因为晚上一亮点 才给我们发邮件布置工作 第二天早上 还比我们来得早 他每次开合作组会 都会挑那种放高温假 或者是大家放假的时候 这样就不耽误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时间 跟他在一起工作压力大吗 大 我会晚上睡不着觉 或者是有时候半夜起 就会想着第二天的事情 刚开始就蛮凶的 去年我们在写科普书 就哪怕是这种写书这种事情 他也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核对 有的地方会出现错误 开会的时候会被他来回骂 来回骂 没敢当他面包眼 早上吃早饭的时候 结果他把包放大了 大家回来一分水的包 一分水的包 大家马上把包都拧开 坐到另外一桌去了 王院士 您今天能来这么多同事 我真的挺意外的 来回骂 您这样的存在 给周围人造成的这种压力 您感知过吗 他既然敢当众说这个话 说明他没有压力的 就让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就一般科学家比较高冷嘛 但是我觉得您好像比其他科学家更高冷 那你是不是不太愿意跟年轻人交流啊 那你怎么跟你女儿对话呢 我们来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现在是你女儿 就是年龄也差不多嘛 那比如说我今天跟您聊天 我说爸 我谈恋爱了 然后您怎么说 不谈恋爱 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家里 这个 我女儿还没有发生 我儿子发生了 儿子多大了今天 16岁的 那您怎么跟他们沟通 不用沟通啊 他自己给爱怎么着怎么着的 谈去吧 其实我不太信 对 我也不太信 我也不信 一看您就是非常严厉 同事都能来回骂的人的儿子 16岁谈恋爱来说 就谈去吧 不可能 是这样 这个媒体啊 习惯于有一个模型 把不同的人装在他这个框子里 对 铁标签 对 你们就把我已经装在这个框子里了 所以想尽一切办法呢 要找到证据 而这样的证据呢 总是有的 你装另外一个模型里 也能找到另外的证据 所以您就在这 跟我们斗智斗勇 您怎么跟所里的年轻人沟通和交流 因为您这样的话 年轻人压力很大 跟您说话就老觉得 老是有点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我当然不是一个话特别多的人 这是天生的 就这样 那没办法的 该沟通的我想学术上的沟通 工作上的沟通都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很少跟大家沟通私人的这些事情 或者聊聊天什么的 比较少吧 网络您好 对我跟你一样都是搞物理的 我们这些做科研的嘛 搞物理的嘛 有一个特别的称号 叫做物理男 我就经常在感受了这个社会 深深的恶意 就比如说会给他贴怎样的标签 比如说学霸 这是好听的 书呆子 书呆子 然后沉闷 科学怪人 对或者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话题终结者 这样是吧 再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在网上 看到一些这样的段子 这样的文字 比如说 嫁给物理男的是一个理由 遇到这样的物理男就嫁了吧 就说的好像这个物理男 特别难找女朋友似的 对 其实在座的这么多 你说这句的时候 那边大面积的在那 王老师 您作为我们的前辈 这个在情感这个归宿上 情感危机上 您有什么建议啊 或者是指点也好 我先做一个小小的调查 咱们这边的 来自高等所的男孩啊 没有女朋友的请举手 就剩你了 你应该问有女朋友的举手 有女朋友的请举手 等会儿 女生有男朋友的请举手 这个问题好解决啊 这内部解决就完了吗 我再问了啊 确实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就坐在你身边呢 请举手 还有一些是在商量 我们举不举 举不举 所以这个问题 在您管理的过程中 平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吗 这个我不是情感导师的 我也没有能力管这个事的 你看看刚才说 男生女生都不少的 都有合适的这个 刚才都举手了的 极少数没举手的 比你们单位的人也不见得少的 或者多的 除了这些那个情感问题的话 其实还有就是 职业归宿的这个问题 现在那个咱们就各个所呀 研究生院什么之类的 就是连年在扩招 您说学一个物理 或者说学一个高能这样的 就很有可能以后就不做这些工作了 也没有这么多岗位 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 辛辛苦苦读了五年的博士 最后是没有用上的 所以我就想问您觉得就是 我们现在这种基础教育 它是不是应该精英化 就是说不要这么多岗的去学 其实没什么用 这个我给您举个例子吧 我们当年做 北京政府电子队长机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机械加工的问题 不能解决的 我们的加工精度 达不到我们的要求 而机床的设计者和机床的拥有者 他们都不能解决的问题 最后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把我们的物理学家派去 跟这个机床的设计者一起 把所有的机床的各种细节问题 全部搞清楚 最后解决了问题 我们的科学的训练 我们的这个科学家的训练 它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是训练它去做 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或者没有人知道 这件事情该怎么做 我们训练的工程师 是由工程师手册 所以按照手册去做 手册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至于当年的手册怎么来的 没有人问 所以最终我们要解决 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们的技术水平要想发展提高 我们应该是用那些 受过训练的 能够做不知道怎么做事情的 这些人去做 所以科学家的训练 跟工程师训练是不一样 我们这个社会 我认为不是科学家太多 而是太少 他们到了企业 到了很多地方 大有用 只是很多人可能没有认识到这个 我会告诉你一个故事 站在我身边的王所长 王院士 除了在高能物理方面 他的这种专业能力之外 我听说您 因为单位搞基建 搞了一两次以后 您成为这方面的行家 就是盖房子 什么所有的事 你不能蒙 王院士一看就知道 你这用那几号水泥啊 包工头都傻了 说您不是搞高能物理了 真正一个科学家 就他的学习能力 已经到达了 我们难以想象的境界 我也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吧 就我也现在是从事主持人的工作 但是我是一个理科的艺术生 然后我从小就是个物理白痴 我知道现在现场有很多 北大物理系统 高能研究所 我也不怕丢人了 我就告诉你们 我高考物理考了九份 所以就是您刚才也在说 说科学有什么用 物理学有什么用 就他对我的人生来说 除了给我的自尊心 造成了严重的创伤之外 我跟他就再无瓜葛 但是我这种人不是个灵 我们也是一类人嘛 您刚才说科学也是文明 那既然是文明眼睛 应该是适用于各种类型的人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问您 对于我们这类人 科学 物理学 到底有什么用 有意义吗 这个我们每个人 都会欣赏这个文明 有些文明我们很容易理解 比如说看小说 我们觉得文学 但是可能有很多诗 你不完全懂的 但是你还是可能会欣赏 你去看听音乐 你去看话 你真的很懂吗 你是专家吗 大概不见得 但是你知道欣赏 你愿意喜欢它 你也觉得这是文明的一部分 科学也是一样 你就要懂得欣赏它 你不一定非要懂 那我要怎么欣赏它 拿个比方吧 比如说我们最近 这个媒体上炒作的很多 发现了引力波 你去想象一下 十三亿光年以前的 两个黑洞合并了 产生了一个引力波 经过这个十三亿年 到达我们的地球的 然后呢 这个探测器呢 经过改造 开始运行 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就是它刚刚开始运行 一个星期时间就看到了 然后这个事件就过去了 就没有了 所以你不觉得这件事情 是一个很美的事情的 很有意思的事情的 你不用懂引力波 本身是什么 但是你就要懂得这个事件 我想这个事件大家都懂 你不觉得科学的美妙 在这个地方 能够体会它 毛骨悚然的感觉 真的 就是我觉得 我毛骨悚然的感觉 就是几倍发凉的感觉 是一种震撼 就是您刚才说 十三亿光年 那么远的距离 它一点一点过来 只为今天被你看到 那么一下 好浪漫 这个事情最妙的部分在于 之前有个叫 爱因斯坦的人 已经说 这个东西是有的 但是他看不到 那个时候的技术水平 包括的条件 他达不到 他只能说 我提出这个东西 我走了 你们后面的人 帮我去把这个事 搞清楚 有没有 人类的这种知识的传承 对科学的这种景仰 你不觉得这是 人类特别美好的一种情感 很浪漫 像是民间艺术 什么街头艺人 那些跳街舞的 我们都很欣赏 或者是一些视频放到网上 我们也都觉得 哎呀 点赞真棒 但是好像民间的科学家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引力波的事 就遭到了很多像 正统科学的嘲笑 或者是像我们网友的一种调侃 所以我想问问 您是怎么看待这种民间科学家 科学发展到今天 已经变得非常专业 有很多一百年前 甚至两百年前 可能发生的事情 比如说有一个人 在自己的车库里 通过什么什么研究 做出了一个重大的 科学的这个基本原理的发现 这种事情 今天已经不可能存在了 所以这些民间科学家 打引号的 他没有经过完整的科学训练 他所知道的 都是从科普杂志上看到的 一知半解的 零星的这些知识 他把它堆起来 然后说 他会有 他有个重大发现 这个基本上 我现在每天都会接到 类似的这种信 说他有重大发现 更过分的有人说 我有一个重大发现 你帮我推荐去得诺贝奖 我分你一半 我想说的这个意思 就是说 科学现在已经变得 非常的专业 民间科学家 热爱科学可以 但是梦想到自己 会有一个重大发现 是不可能的 有精力 有能力 去做一点 更加具体的事情 可能对他自己 对他家人 对社会都会比较好 我觉得媒体应该 有一个正确的引导 对这样的人 不应该鼓励 不应该去支持 应该引导他们 去做 这个 更加有益的事情 媒体的责任很重要 收大 谢谢 媒体的责任很重要 这一点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 因为今天是一个信息时代 就任何一点误解和曲解 也许可能经过媒体的放大 会成为大家的一种共识 而一旦它达成了一种共识的程度 你再想把它拧回来 就很困难了 这是一个科学的时代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 能够真的有基本的科学的态度 去看待这些东西 你好 王院士 有一点我有点不同意 本身我对科学一窍不同 其实我现在对这个科学的理解 其实跟民间科学家 对我的启发是非常大的 一个民间科学家 他提出了一个理论就是 这个磁场对于这个星球 这个转动的变化 然后他做的实验 我也看不懂 但是通过他这个实验 给我的很大启发 我给我孩子做了一个实验 把一块墙瓷 然后放在一个铜管当中 在自由落体的情况下 那个磁血落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但是如果让它放在铜管当中的话 它的速度非常慢 当时我感觉很神奇 民间科学家可能也有 不同的种类 几个概念我们要搞清楚 不同的的 对对 有些人只是在科学 他不声称他有重大发现 就像您这样 也可以身为民间科学家 您自己对孩子做些实验 那这样很好 没问题 我想我们刚才讨论的 所谓民间科学家是 很多人他老是声称 他有重大发现 把他的所谓的论文要求发表 甚至有的自费出版了很厚的书 这个我就觉得走得过了一点 你只是爱好 你经常看书 不能叫民间科学家 应该说是科学爱好者 这是我们应该强烈鼓励的 这个概念 就其实现在没有一个官方的 对民间科学家的定义 其实换句话讲 就像刚才王院长 有一句话说得很清楚 科学发展到今天 已经是一个极度专业化的事情 就换句话讲 科学家很少有民间的了 说我自己没事在家玩一玩 能玩成科学家 但民间科学爱好者 民间科学工作者 民间科普人士 这些是存在的 我孩子在大概一年半之前 他看了一个儿童剧 在儿童剧当中有三个科学实验 他回家之后逼迫我 然后给他做这三个实验 我去搜索一些材料 但是发现当时在中国 根本搜索不到 关于少儿科学实验的东西 然后我没办法 我就在美国 然后给他买了六十多本 完全是关于少儿科学实验的书记 我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 这个科学启蒙上 中国跟美国的差距非常大的 你的孩子来了吗 来了 来了 哪一个是 今年多大了 七岁 做过多少实验了 在爸爸的带领下 数不清 数不清 七岁已经做了数不清的实验 最危险的一个实验是什么 自外登照汤地水的时候 不能照眼睛 要不然眼神弄瞎了 今天站在台上的这位 是一个大科学家 你有什么问题想问他 你脑海里最想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现在还七岁 能不能不要忘了我这种问题 在我教育孩子的时候 我有很多迷惑 我现在发现中国孩子 和其他国家的孩子的 最大区别就是创新能力上 或者说在思维能力上 没有那么强了 以后如何要解决 这是我比较关心的 相对缺少好奇心 我觉得创新能力都不是天生的 都是后天培养 当然我们的家长 有一部分的责任 我们的教育体系的 包括社会环境 可能都有一些责任 就是说在 培养孩子的这个提问题 这个有自己独立思考能力 创新能力方面 都还是有很多的缺陷 这个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的 我本人现在在创业 之前在一个小有名气的公司工作 做金融的 所以在资本圈 我算行内人 做了好多年 但是在找技术员工的时候 是一个完全的局外人 我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在百度门口站了一个月 我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在百度门口站了一个月 见一个人出来 我说你好 我想跟你聊聊天 这样到最后 碰巧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CTO 王院长是一个 专业性很强的一个人 但是可能在资本圈 我觉得王院长 可能就是个外行人了 在做很多大的项目的时候 其实也是创业 要整合资源 要把团队管理好 要找到 不管是钱也好 还是其他的资源 觉得没有困难 是不可能的 作为一个科学家 要寻找到这个经费 来支持你的希望要做的事情 这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我想每个人都需要有这方面的培训的 要有这方面的能力的 对我们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你的故事讲好 就是说你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你需要什么样的支持的 你能够得到什么样可能的成果 它的重要性又在哪里的 在国际上是什么地位 你的竞争对手是怎么样的 等等等等 你把这些事情说清楚了 就有很大的可能 得到这个经费的支持 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一次会成功的 所以你可能还试好几次的 所以我们大海湾实验的话 当时在03年开始推动的时候 就有一个比较大的经费的困难 最后我们是从03年开始努力的 一直到06年 差不多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 当然最后大家都同意 集体把这个项目给支持下来 才把这个经费算是落实了 是真正落实到07年才落实的 当时经费好像是1亿5700万 是真正落实到07年才落实的 当时经费好像是1亿5700万 对 记得非常正确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让大家相信你 你确实这个钱不能乱花的 你确实要把这个钱花好的 所以最终我们因为 大家看了这个大亚湾的这个结果 看到我们1.5亿做出了 什么样的这个结果 这当然不完全是一个科学的成果 也是一个在技术上和工程上 就是他能够看到你这个钱 确实没有乱花 他对你有信心 那后面的钱当然就会容易 每一个人最后都是建立在 自己的信誉上面 所以你要是有信誉的 你后面的这个经费 就会比较容易的 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个 所谓的信念就是 我需要用多少我就去要多少的 我绝对不多要的 而且这个每一分钱 这个花在刀刃上 让人家没有话讲 这样的话我以后但凡需要钱 我都能要到的 这是我们的信念 最后问您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之前几乎每一位科学家来演讲 我都会问过 一句话叫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 在这一句话当中 您更看重的是哪一部分 我想这两句话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这两个是同等重要 不可分的 那么在您心目中作为一个中国的科学家 您对于后半句的理解 一个有国界的科学家 我想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科学家 我们要付出自己的努力 使得我们中国的科学能够在国际上 有它相应的地位 也许在未来的几十年以后的 我们自己和我们培养的学生 和学生的学生 能够把中国人的名字写在未来的教科书上 其实这不是仅仅为了一个写在教科书上的名字 不仅仅是为了一份面子 一个民族的面子 回到问题的根本 仍然还是科学家心目中 他们对科学的态度 他们认为 科学是值得他们付出一生的精力 去从事的一项伟大的事 所以也许在1905年以前 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近现代科学 没有起到太大的推动的作用和贡献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今后我们不能 在座的各位 你们都是希望 拜托各位 再次掌声感谢王毅芳院士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拍奖 谢谢